你们能猜出这下面是什么吗 这下面是有货的啊 咱们到海边一定要会分辨古包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茂养罗 好多朋友都说到海边啊 我为什么找不到货呀 为什么我什么也找不到 这个赶海也是需要有技巧的啊 也不是说每个海边都会有海线的 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今天来赶海了 这个沙滩上茂养罗特别多 走吧 咱们去找一些 看 这边又一个 这个已经砖沙了 哎 出了 沙滩上的推土机啊 这就是茂养罗 它特别会砖沙 特别会推土 推出那种小小沙包啊 咱们赶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下面肯定是有货的 收了它 这边一串海红啊 这个是有肉还没有肉的 不知道肥不肥 感觉它表面上有点脏 这个东西 我也不是很喜欢吃 要不咱们不要了这个 你看都是壳 没有什么肉吧 应该是空壳 这个不要了 哇 这边 你看 海螺 好像还不止一只啊 好几克 有三只 看一下 哦 不对啊 拿出来一看是四只 这一串在这干什么呢 像那种两只在一块的是属于在交配的 这这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一家的在这块抱团取暖吗 天气冷了 哇 这个系的好紧啊 天啊 一下四只海螺啊 这个回家直接把它这个片成片 然后跟辣椒 放上一炒 特别的好吃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放点火锅碟 叫辣炒海螺啊 一盘在饭店的话也得好几十 这下我直接捡到了 你看怎么样 中午饭钱又省了 收了它 大家能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也是个小沙包啊 你看它它那个是眼睛啊 它露着一只眼睛 来 那么露出来一下 看看是什么 一只短腿抱爪鱼啊 这种小抱爪鱼特别的会握上 一直到春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他们都跑出来 然后钻到这个沙洞里面 这个沙包一定要会去分辨啊 看 收了 这只看起来好大的样子啊 也是一只八爪鱼啊 看 这个哇 你看完全握进去了 这个东西特别的会砖上 它用它那八只爪 哇 你看这只大 这只很大 哟 你看 出来出来出来 我的妈呀 这只可大了 看这个腿 哇 收了 收了 过瘾啊 这一只 回家直接可以拉炒一盘 这一只 带着 看一下 前面又发现一只梦雅螺 这只还没有钻进去 嘿 这里沙比较硬 可能没钻进去啊 咱们把这个水捏了啊 直接带着它 这只也不小的 收了它 这个石块下面啊 有动静 应该是有货的 小米 哎呦呦呦呦呦 这是一只长腿 今天还没照到长腿呢 来了一只 也往里钻沙的 看这个大长腿也不错 咱给它带着 长腿还是大啊 大暴头 我发现前面那只梦里面好像是一条鱼 看一下 哎呦好大的一条多宝鱼啊 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拿起来看一下 你看它的眼睛 哎呦活的也还在往前游 哎呦 哎呦你看 哎呦我的妈呀 还会跳 这是活的 可能是搁浅在这里的吧 哎 我的妈 它这双好黏呀 我这抓十万一步行 我抓着多宝鱼再不行的话 就要被人笑上子了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它这个眼睛啊 特别像那种翡翠似的 翠璃翠绿的 这是我试一下的 二斤多哎 哦 好沉啊 哎呦 我的妈 哎呦 它会单跟头 这个 可能是练过的啊 之前从马戏团出来的吗 好肥啊 这个豆宝鱼回家 清蒸一下吧 清蒸豆宝鱼可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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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鲜活的 太酷了 好久没抓到这个豆宝鱼了 回家可以解解馋 怎么样 这只在我们这边得上百块钱 鲜活的 咱给它收了 带着带 哎呦 哎呦 这个上面太滑了 太滑了 我的桶那么大都有了 你看 过来这边发现 一只这个巴辣鱼啊 在握沙的 可能下面有石头没握进去 它已经干在这上面了啊 我在来晚的话 它可能就会干死掉 在这里面 下面果然只有一只 那个大石头 它握不下去了 好 看这个 还不错哎 哎呦 也算是我能救它一命吧啊 带它回家 这只个头不小的 大八爪 带着它 小短腿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抓的这只大杜宝鱼啊 简直太给力了啊 下面还有一些章鱼 那我们去回家了啊 喜欢看我刚才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下期再见 拜拜